今天就介紹一下頂天柱 三款短的頂天柱 最便宜的頂天柱 日本藍色這隻 這隻是靠這個位置鎖的 所以比較輕裝 就這樣扭就鎖緊 沒有折位的 所以大家要用一對 還有它是一個輔助式 不要全部依賴它 兩個掌在這裏 上下一個掌 這樣做微調 如果要快 這裏有一個就是拍上拍下就可以 這個就是日本SK的第一代 輕裝頂天柱 一枝最多20公斤 頂多 打折扣 好 這個第一代版本 接著有一個新小小 但都說幾年前的 這個就是重裝一點的 日本仔和德國BASY 都是找同一間台灣廠做的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這裡 撥了過去這邊 拉上 拉下 但是它有這麼一折一折的 所以你如果 它會頂住卡住 鎖回 微調呢 現在降低 打橫這樣扭就是微調來的了 還有些什麼 還有 這個頭是可以扭出來 有個加闊掌可以換它 還有它斜少少都用得到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了 這個說完呢 最新這一款呢 都 那些客人的feedback 是很好的 因為這個呢 原來我剛剛才記起 我還沒 拍 只是拍了片在私人群組 沒有放到大個群組 Anyways 這個呢 就是日本SK的第二代 頂天柱 你可以說第二代 又可以說他們自己的東西了 不要說這些商業的東西 先說出一件產品 第一 它呢 就找了他們的台灣廠 去做這一支 但是牙齒就不同了 這支是再輕便一點 輕便的 剛剛重那隻 這支是說一百公斤的了 比起頭兩隻呢 頂得更加重 示範了先 尾條 左右領刀是明條 因為前後啞 如果快 把它調到上高 搞定 收到最低 所以這個呢 最正是它 這麼多款 對了 還有這個呢 還有其他配件呢 可以 例如 就打橫 有支可以打橫 因為我有長的 這支是短的 有長 有個 夾在中間 可以整支打橫 可以掛東西 又有一個 釣東西勾 給你長的那支 就可以掛在那裡 然後給你在高處勾一些東西 對 就這麼多 好 長的那些 我不拍了 好 多謝各位 好嗎 很期待 謝謝 謝謝